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星风视线》 在本周三 拜登的国宴上 韩国总统尹希悦高歌一曲美国派赢得满堂彩 成为了外交场上的一个名场面 以后讲起美韩关系 这个场景肯定还会被多次提及 拜登和尹希悦似乎在提醒着人们 美韩两国长达70年的同盟关系 那是铁铁的 我们先给还没有看过这个场面的朋友们 先播放一下尹希悦的唱歌片段 《星风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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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总统的关系看起来是十分的和谐 但是外交政策网站就最新发表了一篇文章 给美韩关系泼了点冷水 文章标题就叫做 美国与韩国的铁定联盟有点生锈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说美韩关系像铁一样是一个很恰当的比喻 因为铁很坚固 但是也因为铁会生锈 一方面美韩联盟对朝鲜的威慑姿态 从未如此强大 但是同时两国都对彼此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 在川普政府时期 反复无常的川普就向首尔勒索贿赂 并且经常威胁要破坏联盟 而朝鲜的洲际弹导弹发展 使韩国人担心 华盛顿会在冲突中放弃他们 优先保护美国自己的城市 朝鲜新的战术和武器装备 引发了关于美韩联盟 如何应对有限核使用的难题 这是平壤试图分裂美韩联盟的另一种方式 令美韩联盟可能会生锈的一种表现是 要求首尔获得核武器的呼声高涨 1月份秉熙也打破了官方讨论核选择的禁忌 公开表示 如果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韩国可以在这里部署战术核武器 或者我们也可以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并且指出它不会花很长时间 那这些言论引起了美国官员的警惕 他们知道 韩国的核武器计划 会让他们的盟友面临预防性攻击 经济胁迫和外交孤立 更不用说 这会对美国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持久利益造成损害 作为访问华盛顿的一部分 引熙也发表了一份强烈支持联盟核心协议的声明 并且重申了韩国对核武扩散条约的承诺 他称 这一次的峰会是扩大和加强威慑战略的 史无前例的举措 我们可以期望引熙也按照他所说的这样做 来引导韩国的公众舆论 平息对核军备的呼声 但是首尔的核军备政治非常复杂 不太可能在没有协调努力的情况下发生变化 韩国的亲核派主要由狂热分子组成 他们致力于核武器作为国家力量的象征 而且他们坚信一句简单的格言 那就是只有核武器才能威慑核武器 民粹主义者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民调显示亲核派得到了大多数支持核武器的民粹主义者的支持 另外还有在中间讨价还价的人 则希望利用核扩散威胁从美国那里过去让步 但是外交政策的分析文章则指出 这些团体都没有详细考虑核实以及为何需要使用核武器来保卫韩国 而且他们都倾向于将核计划可能带来的巨大成本和风险降至最低 但这些零散的核扩散呼吁已经对联盟构成严重威胁 他们会迫使美国官员将注意力从威慑转移到不扩散 同时分散了对朝鲜和中国提出的更重要问题的注意力 更糟糕的是他们表明该联盟存在弱点 并且对阻止朝鲜胁迫的常规军事能力缺乏信心 他们发出的信号表明韩国怀疑联盟的凝聚力 令朝鲜得以在盟友之间挑拨离间 另外首尔的亲和言论并不是联盟中唯一出现生锈迹象的地方 随着朝鲜扩大其核力量 韩国大量投资于常规军事能力 来快速打击金正恩政权的指挥控制以及核力量 包括F-35飞机和先进的导弹库等等 美国官员不清楚首尔何时或者如何下令进行这些打击 如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认为 他必须在被韩国攻击失去核力量之前使用核武器 那么就会迅速升级冲突 十多年来两国政府都认为 可以在美国的核武器中找到解决联盟凝聚力和威慑问题的办法 防止核扩散是美国核力量的三大核心作用之一 该理论认为核轰炸机的实力展示和核政策官员之间的会谈 可以让韩国人相信美国已经准备好 并且愿意使用核武器来保护他们 然而核保证似乎从来没有真正让韩国人放心 只会导致越来越多的核保证要求 美国官员就说 感觉就像是把水倒进了一个无底洞 一些韩国专家已经表示 即使华盛顿宣言实现了他们的要求 也不足以让讨价还价的人 或者核武器的狂热爱好者满意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核保证更多的是助长了两国联盟的问题 而不是解决问题 因为美国官员永远无法证明 他们有使用核武器的决心 核保证可以证明能力 但是永远不能够证明决心 原因是核武器只会作为最后的手段来使用 以防美国没有有效的常规选择 美国不会承诺提前使用核武器 因为这可能不符合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 这就是为什么华盛顿宣言承诺做出迅速压倒性的和果断的反应 但是不一定是核反应 相反核保证会导致人们错误的认为 美韩联盟就是依赖于核武器 从而助长了那些狂热分子的信念 认为只有核武器才能威慑核武器 这只会鼓励韩国人相信他们需要自己的核武器 他给了讨价还价者一个机会 要求美国采取更多的措施 这反过来又给了狂热爱好者更多的弹药 出于这个原因 增加核武器在联盟中的重要性 反而是进一步腐蚀了这个联盟 那么为了打破这种焦虑的循环 美韩必须减少对核威慑朝鲜的依赖 联盟的可信度和凝聚力 首先取决于可以协同工作来遏制和应对 任何朝鲜袭击的常规部队 在这方面 尹熙悦在美国访问期间 双方宣布的联合声明 可能就是修复联盟生锈的关键 首先 拜登承诺在朝鲜核袭击后 会与尹熙悦进行磋商 这是一个重要的新的举措 可以在危机协调方面 令双方受益 首尔将会有信心 不会被边缘化 而华盛顿将有一个更好的窗口 来了解韩国的军事行动 以及对冲突升级的影响 美国关于任何核使用的决定 都应该重视首尔的偏好和计划 这个想法应该在核授权程序中 被正式化 并且扩展到其他的盟友 其次 联合声明还强调 并且扩大了一系列新的桌面演习 更多的密切的研究 这些应急情况 将不仅表明 美国决心在任何冲突中 都与韩国站在一起 而且表明 两国都希望尽可能的避免使用核武器 第三 有一个新的核磋商小组成立 以此来改善协调两国的威慑战略 然而这一举措是存在风险的 风险就是 如果该小组只专注于核武器 它有可能就会对核武器上瘾 如果不能够将常规力量置于核武器之上 那么这一机制就将会必大于利 文章就建议 美韩联盟应该将两国的常规力量 整合到一个有凝聚力的战略当中 集中精力来加强阻止和应对核攻击的能力 此次的联合声明中还承诺 将韩国新战略司令部 与现有规划流程联系起来 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如果实施得当 联合声明宣布的步骤 可以减少联盟对核武器的依赖 并且将重点转移到常规能力上 因为优先考虑和重视联盟的常规力量 可以建立更加强大的威慑力 和更加强大的联盟 从长远来看 这是降低首尔核扩散风险的唯一途径 然而这次影席月访美之后 已经有令人担心的因素了 因为媒体已经将注意力 集中在联合声明的核方面 包括美国提出让一艘弹导弹潜艇 访问韩国港口 这是一个核威慑 而不是一个战略威慑 尹夕还错误地指出 美国承诺将以联盟的全部力量 包括美国的核武器 来应对朝鲜的核攻击 这是再一次夸大了美国的承诺 如果今天的联合宣言 鼓励韩国专注于核武器 那么它最终就将像过去的核保证措施一样 只是往桶里面倒了更多的水 而水还是会从底部的漏洞流出 水只会继续腐蚀这个铁定的联盟 并且导致朝鲜半岛变得更加不稳定 更加不安全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外交政策网站上一篇 对最新的美韩联盟的分析 不知道您是否同意 好了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